好,Focus留在美国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疫情 全美的Delta变种病毒所带来的新增确诊 越来越凶猛 我们以美国加州的南部大城洛杉矶来看 在个月之内呢 它的确诊病例增加了700% 而加州呢已经恢复戴口罩令了 使得美国的医学界也开始呼吁总统拜登 是否全国都应该宣布重新戴上口罩 因为Delta变种病毒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病毒株 那么除了加州的情况之外 那么在美国还有很多室内跟人多的地方 现在群聚的情况非常普遍 纽约大学的研究显示 只打一剂的交生疫苗 现在对于Delta的这个变种病毒的保护力 严重落后 它当初对抗原始病毒的效果 我们一起来详尽了解 一个没有新冠疫情的种下之梦 现在因为Delta变种病毒 反成了一场噩梦 美国推行全民疫苗接种 进入壮强期 仅近一半人口完整接种 还没接种的另一半 现在成了新增确诊 住院和死亡最大宗 过去两个星期 全美新冠住院就上升了50% 19号美国卫生部宣布 将继续延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90天 现在人口近4000万的加州 一半居民都面临又一次的口罩令或建议 光是在洛杉矶郡 过去一个月 新冠病例就激增700% 有专家建议拜登政府 应该跟随洛杉矶郡的脚步 重新发布口罩令 美国国会主治医师 也建议议员们戴上口罩来保护自己 最新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的资深助理 以及白宫一名官员 都筛检出阳性 不过两人都已完整接种 仅出现轻症 且与总统拜登和裴洛西 都没有密切接触 前一天 美国儿科学会也建议 两岁以上孩童 到校全员戴口罩 但全美至少九个州立法 禁止学校规定戴口罩 部分州也禁止公立学校和大学 要求接种疫苗 一部分是因为新冠疫苗 尚未取得完整药证 不过一名联邦法官判决 印第安纳大学 可以要求返回校园的人 必须打疫苗 反对者则誓言上诉 根据美国疾管中心 目前接种率最低的年龄层 就是12到15岁 仅26.4%完成接种 上周全美就有 两万三千名孩童染疫 美国药厂也加快脚步 进行12岁以下的 疫苗临床试验 辉瑞表示 9月就可能有 5到11岁的数据 莫德纳则还没给出日期 另外纽约时报报道 纽约大学团队研究指出 只需要一剂的交生疫苗 对Delta等变种病毒的效力 远低于原始新冠病毒 和同样是现病毒载体的AZ疫苗类似 一剂AZ对Delta的效力 仅33% 不过这项研究 还没经过同行评审 也与交生稍早公布的 小规模研究结果矛盾 但代表交生疫苗 未来可能需要加强针 而在这万事停摆的疫情期间 也有女性利用难得的时间和空间 规划自己的人生 这位37岁女子 就决定在这个时候动乱 女子坦言 在家远距工作 让她时间上更有弹性 马里兰州升职医学专家则表示 疫情期间动乱妇女增加了60% 除了重新检视人生 也因为减少外出用餐和旅游 省下更多钱做这方面的治疗 请新闻综合报道